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自然是非常吸引人的 但是呢 如果说每个人都放弃一些东西去追求它的话 说不定每一天可能就会惹事上身 惹祸上身 毕竟这个社会上的人情变化还是很快的 那再加上呢 过去的一些封建等级制度 所以说出身寒门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很高 而且呢 和一些顽固子弟也是很少有交集的 所以呢 这句话也是在告诫年轻人 不要攀强富贵 失去底线 我们再来说一下后半句 做客别向后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你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呢 不能过于害羞 要落落大方 这是对主人的基本尊重 也是我们作为客人的一个礼貌的表现 因为你想呢 如果说你去别人家 畏手畏脚的不敢说话 就很容易让这个气氛很尴尬 进入一个尴尬的处境 而且呢 我们自古以来都是热情好客的民族 很多主人呢 也是不喜欢客人 放不开的 见贵物向前 做客别向后 那这句话呢 就是在告诫大家 处事要身正清高 处人要落落大方 那大家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农村俗语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和我留言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